繼續來看就是我們臺灣的大群 宏達電來蓬國侵緩 專利款這個事情 現在這個官司說輸入了 美國的國際目的委員會 初步是訪團說宏達電來 制控這個蓬國公司 有兩項專利 侵緩的案件 今天有一項不成立 宏達電今天用這新聞 又表示他們的繼續上訴 不過這消息已經讓 今天宏達電的 早餐的告票大了 宏達電 今年五月向美國ITC 國際目的委員會 制控蘋果包括iPhone iPad 和iPad 產品 侵緩宏達電四項專利款 其中一天 射送美國時間 十七號 初步結局公佈 美國國際目的委員會 初步破頂 蘋果沒有侵緩宏達電 所提出的四項專利 三亞飛行書表示 這項破壞結局 對宏達電得起來 雖然有負面影響 但是當期來說 有各國 專利專手的加持資格 三亞前景有完美拜 因為宏達電 它本身就是使用 Android的作業系統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Google 再不提出原手的話 會使得說 Android陣營的版圖 會持續的在萎縮當中 而且蘋果和宏達電 幾年來 在專利款 部份 向上各對方 關西 行物和行走 很多 很多關西中 在ITC 各自貿易委員會 向上各關西部份 蘋果和宏達電 尋款的行物 有四項 宏達電 ITC 和蘋果尋款 的專利有五項 三亞飛行書 分析 各自甘出價 業者 提到 以專利款的 關西來 得到探解 目的 而且這場情報 並不因為蘋果 創辦人 賈博士 翁星期所停止 攻擊對手 第一個可以拖慢 對方的研發進度 那第二個就是說 把對方 趕出時場之後 自己就可以獲得 對方的原有地盤 宏達電 團主機 控蘋果 操盤四點消息 然後再起宏達電 高級大樓 十百一七百塊開出 保重 達口超過四點九趴 而且對 操心的結果 宏達電 只用新聞 對外表時 還沒有收到 儲募破電 完全內容 嚴格已經 從我們的準備 會提出 上訴 維吾公司 跟股東的 款頁 記者 綜合報答